而国婚礼以及国联礼这两个礼持续了27年 每年元宵节的前一个月晚来共同办理元宵社区音乐会 那他在14号的晚间就在一信总社前热闹的登场 除了是有升华国乐团精彩的乐曲演奏 主办单位还特别准备了可爱的跳跳虎提灯笼 发送给现场的民众 邀请社区民众一起来欢乐闹元宵 国婚礼国联礼元宵社区音乐会持续举办27年 在每年元宵节前一个夜晚邀请音乐团体在社区演奏 并且发送可爱提灯营造欢乐的过节气氛 我想一个固定的节庆活动 如果在一个社区能够持续的办理的话 对于民众来讲的话 他们能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了解 对这个节日的一点了解 还有一点对这个社区的认同感 那我想欢迎是国婚礼28年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持续没有间断过 不管刮风下雨 我们还是要举行 那演出的团体已经非常非常的多 都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有一个舞台 来展现他们平常所学 然后让我们的民众跟他们一起来这个参与 然后观赏他们的技能 我想这个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初想 那维持到现在 我想27年的时间 真的是对我们社区来讲 已经变成是我们一个标志 每年的元宵节前一天晚上 我们一定固定办理音乐会 今年音乐会邀请到申华国乐团 带来一连12首快日人口的经典乐曲 我们今天国乐团的表演 我们一样跟王年一样 我们第一首首曲是牛年的曲子 就是阿爸看居鼓 那在音乐会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跟虎年有关系的曲 我们特别挑选了虎姑婆 那这乐曲剩下的中间的话 我们也会有歌唱 对有两瓜 还有客家歌谣 那今天是情人节 有两种版本的思念的乐曲 一首是回忆型的 一首是现在喜欢型的 持续举办27年的元宵社区音乐会 有许多单位在背后支持 包括了地检署 配合做反读宣导 还有市工作 医讯总社 子午线慈善协会 花莲福伦社 钥匙工会 莲花实质会 真善美联谊会 花莲县生命线 还有荣官协庆会 及钥匙人员工会等 集结各个单位的用心 邀请社区民众一起来闹元宵 借旅会欢迎视报导